大家好,我是钱子,T台震惊化YouTube频道,你订阅了吗? 快按右下角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锁定T台震惊化,我们一起追真相 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T台震惊化,全民追真相,我是钱子,首先是今日最震惊 我们有当事人在现场,当事人,好,我们先来介绍来宾 首先是当事人,就外交部之乱的当事人,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立委叶宜金,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谢寒冰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以及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的高雄市立委猜选人,黄韵涵 主持人好,大家好 讲到这个那天外交部的这个混乱的场面 明显我印象超深刻的 导播也许可以Cue当天的画面 你不要笑那么开心 我是觉得你很英勇,好像橄榄球员一样 被这样大家推进去,有没有 可以讲一下,好像台北市应该是中正一分局说 下礼拜一要约谈 对,下礼拜一要约谈,你是第一名 第一个约谈的事 好像当天被告的几个立委 两个立委还有五个议员 礼拜一都要约谈 因为上礼拜冲突的时候 我已经去中正一,我已经有先去自首了 因为他们告了几个立委 我觉得不合理 因为他们有通知国会联络人 外交部国会联络人 需要去拜访部长 然后递交陈情书 我们是非常和平理性的 因为包括大阪办事处处长之史 中间的卡绳暗黑集团 整个中间整个怎么勾串的 那有政府是不是有经营员 包括外交部有没有赞助 包括谢长廷有没有动用外交预算 去支援卡绳 整个事情当然来龙去 要搞清楚 所以我们去外交部递交陈情信 我爬到大门去 我也没有破坏公务 然后现在说要告我们 我不知道告什么名目 五路公署 公务员吧 我们没有五路公务员 我对那些外交官也很客气 因为那一天说外交官 那个是公众会的 他说他不代表外交部 我们就请他跟 而且他们是把媒体挡到外面 我们是希望说你跟媒体 说明一下 那也没有推及 没有任何冲突 也没有任何流血事件 也没有任何破坏 如果今天要约谈 我们不为难警察 下礼拜一我会 如期如时 我10点我是第一棒 我会去 好 我先跟各位观众朋友 报告一下 中正一分局约谈议员及立委的时间表 李明贤 12月23号第一棒早上10点 还有林金杰 他是新北市的议员 然后徐洪廷 王兴怡 张思刚 曾明宗 林德福 从早排到下午这样子 我知道国民党团 其实有去告外交部长 对吧 可是好像没有下文 告了奇怪 不照谢的部分 隔一天而已 结果先约谈我们几个 好像我们现在已经被告了 我现在有点说 我去当天会不会被搜押了 我会不会直接移送 那会怎么办 不知道 因为台北其实还在省预算 相关的预算还没进行恶毒 如果我被搜押了 我们四五个被搜押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觉得民党现在有点草木皆兵 风声喝里 第一个他在网路上动用暗黑势力 在修理政敌之外 修理对手之外 好像稍微有点陈勤 而且我们当天没有任何冲突 当然你进入现场 我们要进入大门 警察有没有推擠 有 可是这不是警察提告 这是外交部提告 很奇怪 是 韩兵从媒体的角度来看 这个有人说又东场复辟 警察局也变东场的一环了吗 我必须说其实这个很明显 就是一个政治操作 因为从一开头 外交部到底用什么理由 去找500个警察去包围这些人 我到现在搞不懂 你是根据哪一个法条 可以让你这样做 他们是有申请说 他们要去陈勤的 你觉得接他陈勤数不就结了吗 从来不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为什么要去动员500个警力 这几个人到底能造成什么破坏 然后像外交部说 这些人涉嫌侮辱外交部公务人员 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要对他提告 那一天外交部的人员 根本跟他们没有接触 跟他们接触全部都是警察不是吗 要告也是警察 还告也跟你外交部什么关系 所以从头到尾就是胡扯一通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理由很简单 其实就是政治操作 就是我必须讲 他们一定会说来营的这些人 是为政治操作 来营当然是讲说 他们是为了苏启臣处长的事 可是绿营这边你摆明了 苏启臣处长是你们外交部的人 人家是要帮你伸冤的 再来讲外交部应该最关心 苏启臣处长到底有没有含冤 到底有没有被人家抹黑 到底有没有遭受任何不平点的东西 这是外交部责无旁大 有去查的事情 结果外交部不去查 反而说别人都爱做政治操作 所以让我觉得匪夷所思 刚明嫌在担心说会被深压 你放心绝不可能 你如果被深压 我跟你讲 民进黨就挫起来 他们也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没有人会在这个节骨眼 去做这样的政治动作 他之所以要要求 押迫这些警察局 现在立刻赶快来办这个 其实就是一个政治的宣誓 他们为了就是在争论节目上 在很多地方可以说 你看 他们违法已经 警方已经主动约谈他们了 其实就只是要造成这句话而已 恐吓 恐吓 所以我必须说 含残效应吗 这一切都是选前的一个怪现象 你知道选完之后 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了 因为我实在想不出 有任何法条能够起诉他们 我实在想不出来 现在有人说 东厂是不是又来了 因为监察委员 除了要警察约谈立委之外 监察委员也要来约寻法官了 怎么说这是今天的一个头条新闻 陈诗梦他是监察委员 他因为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是马英九 其实九月政争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当时他是以泄密案被起诉 侦查今天更衣审终结了 法官是这一位 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唐月 他是判马英九总统 前总统无罪 不过陈诗梦说判无罪 这样感到是不是要 约谈一下这个唐法官 是否有滥用新政之嫌 那唐月唐法官是说 我尊重他 也盼望他能够尊重司法 讲的是陈诗梦 那马英九今天也有回应 也有声明 他说这样的做法 明显的是干预司法 非常不当 呼吁民进党赶快停止 干预司法的行为 那司法院秘书长林辉煌 他也说法官认识用法 法官认识用法为审判核心的领域 监察院应该尊重审判独立 监察权也有界限 那今天其实有很多的法官 在论坛上有一些声音 有些法官写着说 今日必上官 明日换你衰 明日再换你衰 自己的司法 自己就要求监察委员 尊重审判独立 问一下宜津委员 这个是今天比较新的一个发展 但是我先说我刚明显议员问我 我马上跟他讲不会 为什么不会 周正一分局这市府管的 你议员他不会 另外还有人管理 对 其实那天我认为外交部这样 大家说外交部没有人 没有去碰到外交部 其实是有 有一个外交官 他表明他是外交部的 他们说不是 你不是 可能是没有打起来 但是明显在现场 有肢体的接触 肢体的推及或者是骂是有的 所以侮辱公署成不成立 这个还要经过司法的判决 那譬如说那个警察 警察也是公署之一 那个女警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看到那个影片 所以有没有还是司法去处理 你去中正一分局 就是说就好了 只是教识公署做一个笔录 你这准理跟邱姻院去外交部 丢掉不掉 对 也一样 也一样教识公署就好了 教识公署 这是要去做笔录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他就是一定要 两兆都要问 这是一定的 然后再呈给法院 然后法官再去 或者是检察官再去做调查这样 然后再经过法官 这个司法程序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而已 另外监裁院的部分 我也要说 我们现在的制度就是 武权就是有监察院 监察院就是可以纠举弹劾 他纠举弹劾什么 就是公部门 就是所有的公部门 包括立法院 行政院 不是 行政院跟 行政立法司法 司法院甚至总统府 只要官员 法官在程度上也是官员之一 可是司法不是应该要独立吗 是 司法独立是 司法审判独立 但是司法个人 他是 他算是公务员 广义的公务员之一 所以他是有这个权限 但是而且 监察院也是合一制 也不是说一个陈世梦 他就可以说 我要弹劾你 或者我要纠举你 并不是这样 而且这个还要经过监察院 他们整个才做出报告 那报告以后才让 也不会这样就结束 如果他真的有什么 他还可以让他申诉这样 然后才做一个 所以一切只是一个起头 这个都是一个程序 一个程序 韩兵 那个委员这样讲 你可以接受吗 这只是一个程序而已 我必须说 其实我相信民进党内部 对陈世梦也满头痛 因为这个人常常不按牌理出牌 然后这个人做得最好笑的一件事 就是当年他是坚决反对监察院 结果蔡英文 用废掉监察院 对 他说要废掉监察院 结果蔡英文家去当监察院 他就去了 这个脑袋到底在想什么 老实讲 像我非常讨厌痛恨NCC 所以如果有一天 有机会的话 我会要求立刻撤足NCC 绝对不会说到最后 我自己去当NCC委员 我有神经病 但是这个神经病 陈世梦正在当 所以我必须讲 陈世梦这个人摆明就是 他去当监察院 唯一的理由 唯一一件事情就是 在帮阿扁报仇 其实他的职质就是这样 所以他不断的 在找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麻烦 那当然他现在是监察委员 他有这个职权去提 可是我必须说 这个是严重干扰司法独立的事情 刚一句委员说 司法法官个人也是公务员 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 当你有任何东西 可以去让执法人员心生恐惧 以后我们还怎么保证 他司法的独立性 他会不会以后说 我为了怕这个麻烦 算了 有些东西我可能就要做其他的考量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坏的一个示范 但是还好 这个示范是由陈世梦出来 只是更凸显 陈世梦这个人的荒谬而已 所以其实事情不会往上来 或者是也不会发酵是不是 就是一个笑话 基本上就是这样 好